你怎么回来了 我累了 回来休息呀不行啊 今天小张就请假了 你再回来 店里人手不够吧 不够你不会去帮忙啊 非要我当牛做马的 累死不可呀 你都悠闲地在家陪孩子玩 却让我在外边劳碌奔波的 累死了连句好话都没有 好好好 我去 你在家休息 在家 在家跟奶奶玩 爷爷到时候回来给你拿好吃的 这些月儿 还没怕 五十九 你从来不熬夜的 可是昨天晚上 她少了一夜的没睡 小慧啊 爸 嗨 呦呦呦呦 您用密信息 我还是要给妈买花呢 值得表扬啊 够了 给你的 在门口碰上快点园 把你收拾 我的妈 谁呀 这花就好像小慧灿烂的微笑 所以就送来了 我一直在守护着你 你的H进上 你认识的 谁呀 我哪知道是谁呀 爸 您听说过明星知道粉丝的名字吗 大识回来 估计呢 他们是知道我想和你微博单身了 所以进行猛烈的进步 爸 你不是陪平安吗 干吗会来这儿 还不是你妈呀 她说她累了 又说我不关心不体贴 把妈也一大堆 啊 原来妈是偷懒啊 她又不许说有事 她跟你说有事啊 我们逛街逛到一半 她就说要回家呀 我就自己回来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你好欢迎光临 天姐 几个月的月啊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您看着啊 您看着啊 老婆 老婆 这老婆的 太不好 太不好 爸 盈盈 你怎么回来的 平安呢 妈带她去公园了 你怎么回事 妈 平安呢 回家吧 回家 对 她以前那家 不会吧 妈 不用喊了 你赶紧回去吧 这已经不是你 你也看到平安的身体了 他不能再回以前的家 妈 我这一时失去理智才讲的那个话 我不是故意的吗 你终于可以看到我了 我是你妈 对吧 你当然是我妈 那就仔细给我听好了 你昨天是在做梦 那个孩子 一出生就死了 所以 你就把他忘了吧 妈 不然要怎样啊 难道你真的要离婚 独自非要平安吗 难道你要重新回到原点 搬到那破坊的去住吗 这都无所谓 可是西语呢 难道你想抛弃他 如果做不到的话 你就把他给忘了吧 不管他在哪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爸 你帮我劝劝妈 平安不能回到以前那个家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放心 你妈她没有那么狠心 这样 你赶紧回去吧 明天我好好地劝劝你 你赶紧回去吧 喂 妈 你现在在哪里啊 你身体不舒服你还出去啊 我在家附近 待会儿就回去 我在家附近 快点回去吧 妈 还不是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有个三长两短的 虽然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你希望你当时没有那么做 但是我知道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好 你心里肯定也很难说 好 躺啊 你赶紧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爸 我先走了 爸 我先走了 回去吧 带路 去哪儿啊 天不早了 也该把平安接回来了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我已经送他回去了 你这个女人哪 你该不会真的把平安 送到那养父他们家里去了吧 没错 我送回去了 还不带路 你别担心 我没送回那家去 我就是请人照看几天 等有好的父母出现了 就请他们领养 盈盈都知道了 她可能让你这么做吗 她会坐视不管吗 那不然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让盈盈离婚 独自抚养平安吗 还是让她带着平安 到家里去生活 就她那个婆 不是个省油的灯 你想她会答应吗 就算是为了平安 也要这么做 与其让她长大了怨恨母亲 还不如现在 就让她跟别人过 这样对彼此都好 出现了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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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